哈嘍大家好我是飘流 在今天的游戏开始前 先来说个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小王子想要去寻找幸福 大巫师跟他说 幸福是一只青色的鸟 它有着世界上最美妙的歌声 当你找到后马上关到笼子里 这样你就得到幸福啰 听完了谏言后 小王子不顾父母的哀求与挽留 无情的走了 这一路上啊路途险峻 但王子并不以为惧 接下来小王子经过了很多地方 也抓到过了不少青鸟 但不知道为什么 每一只青鸟放到笼子里后 都会莫名其妙的死去 而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游戏 就叫做幸福的青鸟 故事的场景从一场庙会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一对兄弟 在这里玩得很开心 这时弟弟注意到一旁的摊贩上 有一只很可爱的青鸟 他开心的跟巫婆说 我想要那只鸟 但眼前的巫婆却只是沉默 接着坚定的说 那是非卖品哦 只是弟弟现在真的好想要好想要 不过在失存了一会后 他丧气的说反正我们也没有钱 接着他失望的准备要离开了 但是他却把脚步放得很慢 突然他好像想到了什么 叫哥哥先回去 接着他马上冲回了摊位 恳求了巫婆 他说那一只青鸟是他此生唯一的请求 不过巫婆依然坚持那是非卖品 并且劝告了说 不要再这么执着了 但他低估了小男孩想要那一只青鸟的决心 弟弟居然趁着巫婆不注意的时候 偷走的青鸟 而他不知道的是 则将是他这辈子最后悔的决定 当天晚他的新闻正报道着 有一名丧女失踪了 而失踪的时间与地点 就是在昨天的庙会上 时间到了晚上 此时的哥哥还没有一点睡意 而弟弟则抱着青鸟幸福而睡着 桌上有一幅画是弟弟画的猫和鸟 不知道有什么意思 在上方的柜子 有着哥哥最爱的遥控车 而墙上一幅大大的照片 是他们兄弟俩幸福的样子 接下来哥哥终于感受到了睡意 于是他关上了灯 上床睡去 但不知道你们也没有注意到 哪一只青鸟 眼睛似乎有了微妙的变化 再来眼前的景色 是在一个湖底 而哥哥的身影 正缓缓地从湖中升起 直到浮出了水面 而一旁竟然有一只青鸟 但青鸟也很惊讶 怎么有人从那里跑得出来 不过还是很温柔的提醒 玩水的话要小心一点哦 接下来青鸟会请求我们 帮他一点小忙 完成后 他会送我们一个礼物 不过青鸟并不知道 这个礼物来自何方 仔细一看 居然是一只手机 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啊 这时手机通常响起来 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 这里是梦的世界 也许你能够在某个地方 找到你的弟弟 这是什么意思 弟弟也在这里吗 怎么会这样 接着青鸟会热情的 邀请我们去他家 前往他家的路上 一旁有着四尊奇怪的雕像 好像在守护着中间的宝箱 而到了路途的末端 一间宁静的屋子坐落在那里 应该就是青鸟家了吧 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吧 青鸟看到我们后很开心 请我们喝他精心准备的果汁 只是这么热情是好事吗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不要喝好了 青鸟突然很强硬的说 你是一定要喝的 不然 但却没有把话说完 而我们也别无选择的喝了下去 青鸟则不断的问说 很好喝吧 喜欢吗 看着我们喝下去之后 便慢慢的走到床那里去 看起来他似乎对我们 没有任何防备 也许他真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吧 而这个朴素的房间 有着很大的壁炉和一个古典的失踪 但在慢慢的靠近青鸟后 却听到了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梦话 永远待在梦中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们永远都出不去了吗 弟弟你到底在哪 我搜索着这个房间 发现在窗台上好像有一张小纸条 所以我搬了板凳过来 远墙过道之后仔细一看 上面居然写着用英文拼成的地狱两字 此时的我慌乱如麻 地狱是指这里吗 但是我还是必须先找出地底 走到的屋外 我在布告栏的后面 发现了四个小纸 下 右 左 上 直觉告诉了我 一定和那四座雕像有关 果然依照指示排好之后 中间的宝箱传出了松动的声音 里面有一个取柄把手 我找了很久才发现 跟水井旁的插槽完美的吻合 不想一切的答案应该就在下面了吧 果然 景下世界别有洞天 走到最里头的暗门 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保险柜 可以输入四个密码 那你们觉得密码是什么呢 给你们三秒钟思考一下 好 时间到 不知道的人 试着把刚刚的纸条倒过来看看 是不是出现了四个数字 按下这四个数字之后 保险柜打开了 里面居然放着一把斧头 而这把沉重的斧头 可以用来杀人 接着手机响起 另一端的声音告诉我们 用这把斧头 砍下鸟头吧 看来为了逃出地狱 只剩下这个选择了吧 我走到床前 举起了斧头 往青鸟身上砍去 一直砍 一直砍 砍到了斧头坏掉为止 手机铃声再度响起 他向我们道贺 接着叫我们去池塘看看吧 难道弟弟在那里吗 不出门的同时 所有的景色都转变成了血色 有一个声音淒厉的喊着 好痛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同时也可以看到 全部动物的头都被砍了下来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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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不知道是恳求还是哀嚎了 这个世界原本就是这个样子 还是是我一手造成的呢 突然空间凝结起来 只剩下一片的宁静 安静的可怕 接着心脏非常用力的跳动 而下一秒 我们居然一点一滴的 转变成了青鸟 同时手机又再度响起 那个声音跟我们道贺着说 你刚刚砍下的鸟头 是你的弟弟哦 继续享受梦境的延续吧 直到你的头被别人砍下来为止 就这样哥哥永远的被困在了玩偶里头了 下一幕我们终于看到了弟弟 他的灵魂被召唤到了这里 前方的巫婆跟他说 看来你的哥哥也没能改变命运啊 他就这么相信电话吗 愚昧的兄弟俩啊 难道弟弟的死亡 还有哥哥的命运 就只成了定局了吗 不过女巫身旁黑猫 却直接跟我们心情对话 他愿意再给我们这机会 将时空倒转回去 而时空倒转后的我们 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吗 回到了抉择的十字路口 那我们当然是要把欺骗我们的手机 好好够够处理一下 手机感到非常疑惑 也很茫然 为什么要攻击我 你要做的是杀了鸟头 这时的手机还想要继续引导着我们 但我们已经不会再 盲从下去了 接下来手机从命令转为了哀求 我明明什么事也没做 住手 住手 就在手机粉碎的那一刻 一道白光射的进来 是来自现实世界的光芒 哥哥终于从梦境中醒了过来 他干嘛跑到弟弟的旁边 此时他还正幸福而睡着 但很快就有了动静 弟弟睁开了眼睛看着哥哥 感觉神志还不是很清楚 接着他说他做了一个噩梦 他是一个坏孩子 他必须要把这只鸟给还人回去 于是兄弟俩又回到了庙会 弟弟跟巫婆道了歉 然后把玩偶给还了回去了 巫婆温柔的说 以后别再这么做了 他并没有生就下去 等到兄弟俩离开之后 巫婆说着婆有生意的话 是时候该欢迎他人了 哎你听说了吗 那个失踪的少女 他的遗体似乎被找到了 而他的头 好像被斧头还是什么东西 给砍了下来 又是这个似曾相似的场景 巫婆迎接着眼前的女孩 惭愧的道歉着说 没有人救到她 但至少 你是最后一位受害者了 可怜的女孩 得不到黑猫的回应 也等不到救她出来的那个人 成如坏结局所展现的那样 我们在杀死了弟弟之后 成为了轻鸟 那是不是杀了少女的人 其实就是弟弟人了 而到底是什么 可以驱使一个纯真的少年 去做了如此残忍的事情 一切就是那找了魔的欲望 蒙蔽了弟弟的双眼 最后让她深陷在泥澳之中 无把自拔 那手机代表的又是什么 有人说手机就是那位女孩 但仔细一想 手机一直都知道 金鸟就是弟弟 她懂得人心的渴望 也懂得如何去运用这份渴望 所以手机反射出的是 让人不惜一切代价 去追求渴望之时 而被唤醒的黑暗面 最后让那些单纯的灵魂 一步一步的沉沦下去 而故事的最后 巫婆说了一句 希望少女就是最后一位受害者了 但在现实生活中 这终究只是个奢望 就连在游戏里 弄非黑猫的刻意插手 不然人类因欲望而产生的恶意 终将没有止息的一天 而在最初的故事 寻找着清鸟的小王子 终于不但年轻 他突然好想念自己的父母 只是回到了王国后 却早已人是已非 王子的父母因为过度悲伤及思念 去世 整个国家也因此残破不堪 走在了荒凉的街道上 一个人拉住了王子的衣角 是那个大巫师 他哽咽的向王子道歉 不该让他去寻找清鸟的 接着拿出了国王的遗物 小王子一看 是他小的时候 爸爸为他叼的一只鸟 刹那间回忆不断的浮现 悲伤的眼泪 从小王子的眼中流了出来 小王子想要把鸟紧紧抱住 但是却被他给飞走了 原来那一只就是幸福的青鸟 只是他却来不及把他放到笼子里了 而游戏的作者早就已经暗示了我们 幸福在哪里了 幸福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 有人陪伴 珍惜现在所拥有的 还有晚上可以睡个好觉 如果总是以为幸福只在远方 那是不是此时此刻 将永远感受不到幸福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